露西是小餐馆的一个女招待,她最擅长做馅饼,最喜欢的事情也是做馅饼,就连在检查猪自己怀孕的时候,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做馅饼,中间讽刺失调,加入火腿和蛋液,取名叫坏宝宝馅饼。 迎接新生命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,为什么要叫坏宝宝馅饼呢? 因为露西不想生下丈夫的孩子,丈夫鄂尔是一个一事无成的蠢男人,她每天见露西下班,就是为了第一时间从她兜里把钱都讲过来,然后告诉露西,你如果不能升职的话,还不如在家待着给我做饭。 我讨厌男客人看你的眼神,她还要求露西重复她说的每一句话,如果不能,那就是不尊重丈夫,鄂尔认为不尊重丈夫的女人都该下地狱。 晚上,露西给她做了饭,她委婉地说,我想要一点钱去隔壁城市,参加献兵比赛,赢了的话,奖金很丰厚的,鄂尔眼神露出杀戒,她恶狠狠地告诉露西,你得到了我就得到了全世界,为什么还要去参加比赛? 要钱不可能,参加比赛更不可能。 露西不想和她浪费口舌,趁这个蠢猪睡着之后,她在小金库里取出了一点钞票。 第二天,露西去医院检查身体,本来预约了接生自己的妇产医生珍妮奶奶,但是珍妮奶奶半退休了,露西遇见一个温柔的年轻男医生杰森。 杰森告诉她,你确定怀孕已经六个礼拜了。 很巧的是,那天晚上,额尔放了露西的鸽子,没有来接她下班,让她自己坐公交回去。 在那里,露西遇见了杰森。 她说早上,露西带给她的那个馅饼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 你要是去参加比赛,一定会获奖的。 真是离谱,陌生人都知道的事情,家里的丈夫却不知道。 两人的对话很愉快,露西回到家,鄂尔缠着她要搞点事情,露西烦都要烦死了。 但是如果不答应这个男人,等待她的会有更多麻烦。 第二天早上,露西打电话给杰森,她出了几滴血,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。 杰森说,你可以到门诊来,我帮你看一下。 露西不能耽误上班,就问她早上七点可以吗? 当然没问题,杰森一大早就在门诊懂她了。 露西的微量出血没什么问题,运早期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。 杰森也没仔细检查,看都没怎么看,就告诉露西把裤子穿好吧。 她尴尬的样子,让露西很愤怒。 她问杰森平时医院几点开门。 那你一大早七点在这儿等我,就为了告诉我,一切都正常,连检查都用不着。 杰森脸长得通红,一句话不说。 但接下来,他们很快就搞明白,这一大早的偷偷见面代表了什么。 两个已婚人士,男人是女人的妇科医生,他们在门诊的院子里,不可控制地拥抱在一起。 幸好露西即是喊停,要不然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,她满脸都是口红。 坐在餐馆外面,在脑子里思考一种,如果鄂尔知道我出轨,一定会杀了我的馅饼。 馅饼的馅是捣碎的树莓和巧克力酱,那一定是地狱的味道。 老乔发现她的迥样,告诉露西,你最好是清理好脸蛋,然后装作什么都没有,回到厨房正常工作,给我断上一盘美味的派。 上班的时候,露西看到妈妈带着小孩来吃饭,小孩把盘子里的一切东西扔到妈妈身上,妈妈筋疲力尽地忍收着一句。 天哪,小孩简直太可怕了,露西在考虑要不要通过合法手段用孩子换一笔钱,同时觉得露西疯了,不应该产生这么可怕的想法。 但露西知道,她这一辈子活到现在,脑子里只想一件事,那就是逃跑,而且她并不和其他妈妈一样期待着孩子的出生。 出发去参加馅饼比赛的那天,鳄尔追到车站,她发现露西带了行李箱,直接扇了她一个耳光,把她带回到家里。 并且说,你要是生了孩子,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爱我。 露西听出来,鳄尔是在嫉妒未出生的孩子,她逼着露西说, 露西去做产检,看到胎儿心跳的时候,露西肯定,自己是怀了鳄尔的孩子了,而且孩子正在健康地长大,情况并不是很妙。 只走护士的时候,露西又不受控制地和杰森抱在一起,她俩都知道这样不对,孕妇爱上了自己的妇产科医生,怎么想,怎么都太近接了。 但这一切就是发生了。 他们约好本周五再来一次产检,露西想着想着就想开了,允集祖加上多巴胺,她整个人都飘起来了。 每次产检,露西都会带一个美味的馅饼去见杰森,但过了几个月,杰森和妻子飞回老家参加葬礼,是珍妮奶奶给露西产检的。 幸运的是,露西的宝宝也很健康,参观老板也同意露西继续工作,不会因为她怀孕就辞掉她。 但与此同时,露西发现同事和老板正在发生婚外情,她觉得这太不道德,那一瞬间,显示冲击扑面而来,她觉得自己也是坏人。 所以当杰森来找她的时候,露西拒绝了杰森,并且说,我们之间应该结束了。 但方面宣布和杰森分手之后,露西非常难过,她躺在床上,想象一种叫做,悲伤的孕妇,自怜自义的馅饼。 这时,杰森来找她,还紧紧抱住她,然后他们一起做馅兵。 露西这才知道自己是一个那么喜欢交谈的人,她每天都会给杰森打电话,把自己的心事讲给她听。 他们在杰森的办公室里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婚外情时光,杰森某天送给露西一个金光闪闪的烤盘,这是露西见过最美的东西,他们彼此陷得更深了。 几个月后,露西的同事在餐馆里举行了小型婚礼,前几天同事还说,这矮子是神经病,现在却成了她专属的浪漫世人。 爱情这东西真是会让人目眩神迷,失去理智。 乔在婚礼上邀请露西跳一支舞,她感谢这么长时间里露西给她做的美味的馅饼,容忍她这么多的坏习惯。 她知道露西的婚外情,也知道她恶毒的丈夫。 瞧对露西说, 但是露西说,我很穷,并且我要生孩子了。 此时,厄尔气势汹汹地闯进婚礼现场,她命令露西赶紧出来。 事情的起因是,厄尔发现她藏在壁橱里的钱, 这些钱本来是露西准备离开厄尔开启新生活的。 但是厄尔痛哭流涕,抱着露西的肚子问, 你为什么要藏钱,是不是要给我一个惊喜? 露西惊恐万分,只能顺着厄尔的话说, 她说,这些钱是存着给孩子买一个婴儿床的, 还有玩具,衣服,都是给孩子的。 厄尔如释重负,原来露西是怕自己负担太重,为孩子存钱。 做产检的时候,露西告诉杰森, 我真想结束这一切,和你远走高飞, 但是杰森居然全台冷静,咱们都是有家庭的人。 相同一天,露西扬水破了, 等待生孩的时候,老乔给了一个卡片, 让他生完孩子再打开。 露西阵痛的同婚脑胀,杰森给他介绍了自己的老婆, 同样也是医生。 真不知道,这个男人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世间, 以这种方式个应他。 很幸运的是,露西凭借自己的力量, 顺利地生下了孩子。 她才看到自己女儿的一瞬间, 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包裹了自己。 露西觉得自己非常有力量, 可以战胜一切, 眼前的其他事情变得模糊, 两个蠢男人的轮廓不再清晰。 这时,厄尔告诉他, 你不能爱孩子照顾我哟, 露西告诉他,请你滚开,我们离婚。 在这之后, 厄尔说了一些什么, 露西也听不到了, 他被医院的男护士请了出去。 露西一觉睡到下午, 厄尔拒绝付住院费, 露西要被赶出医院, 好在同事愿意接受露西住一段时间。 坏消息传来, 老乔没能熬过手术, 露西打开卡片, 里面有一张老乔画的露西和一张支票。 出院的时候, 杰森要和露西讲几句, 露西让他什么都不要说, 你妻子对你很信任, 不要让任何人伤心。 他和孩子一起离开了医院, 孩子不到一岁的时候, 露西用老乔给的钱去参加馅饼大赛, 获得冠军, 再用冠军奖金开了一家馅饼店, 母女两人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 馅饼比赛年年都有, 太阳每天都会生气, 什么时候决定重新开启你的人生都不会太迟。 好了,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我们明天再见, 拜拜。